Hello 大家好 我是華遠順盤的Jack 今天我特地2月10日來到雲昌長沙灣這個樓盤 為什麼呢?因為昨晚9日發展商通知我 有一套鳳凰樓推給大家 景觀是最美的 價錢是最低的 現在我身處於三棟的31樓 其實我身後有三部升降機 其實走廊的盡頭轉左還有兩部升降機 事不宜遲 立即帶大家去看一看 我推介給大家的自信單位 很快就到了 今天介紹給大家的自信單位 就是三棟31樓16室 鳳凰樓現樓 只需要39萬8就可以入手 跟我進來看看 首先看到一個小餐廳 其實這裡到時放一個電磁爐就可以煮食了 當然如果你說習慣了明火炒東西的 就未必會滿足到你了 再進來看看 到時這個抽油煙機都是膠標來的 我們的右手邊是廁所 其實很多客人經常問 開放式的單位廁所有沒有窗 其實90%的開放式單位 它的廁所都是黑廁 但你會看到上方 會有個抽氣扇放在這裡 旁邊還有一個山口門在上面 其實你又不需要擔心 將來維修很難的 跟我出來看看 大家看到樓高三米的 開間去到三米八的 你看到這個位置 將來你可以把它放一個電視櫃 放一個電視櫃 旁邊可能放一些櫃 而這邊我們就放梳化 放床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床放在這邊的話 對面有機會看到你睡覺 但是你放在那邊的話 就不會影響你的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出去看看 看一看那個view 究竟是怎樣 出來這個露台 大家觀眾會發覺 為什麼是三角形設計 這麼特別 我們平時看的 不是長方形設計 其實呢 這個就是發展商的一個容易 他希望每一戶 每一戶 每一家都可以看到海 不管你用什麼價錢買 都保證你一定有個海景 那大家出來見到 有個熱水器在這裡 這個將來都是膠標 還有這裡 會有個去水位 還有一個電位 其實這個位 就是給你擺一部洗衣機的 到時候 如果你說擺了一部洗衣機之後 可能這裡擺個 那些藤木的小椅子 還有花花草草在那邊 好 麻煩市政師哥哥 我們給觀眾看一看個view 這一套 三十一樓十六室 它的座向就是東南向的 大家看到左邊 其實就是看到他們 雲長長沙灣的另外一棟 看到維港灣 正前方又是它另外一棟 而我們的右手邊 就是一個不得了的海景 整個雲長長沙灣 最高就是三十二樓 這一套就是三十一樓 所以我就馬上衝出來 告訴大家 有套損貨 三十九萬八 但是呢 有個問題出現了 我曾經到有些客人問我 Jack 我看完雲長長沙灣這個樓盤 又過了去雙月灣那邊看 我發覺 雲長長沙灣好像偏弱些 我過了去 我被那邊吸引著 你問我怎樣看 我自己這樣看 如果單論一下 價錢來說 這一套三十九萬八 但它面積只有四十六方 你除了它 其實它接近是八千六八千七 一平方的 單價來說 它是偏貴的 那第二樣 就是 在護形的設計上 護形設計上 雙月灣那邊很多單間 可能是五十幾平方 比較大些 試正些 正方形 但你會看到這個 是一個長方形的設計 露台就沾了出去 子彈形的 那在護形的設計上 價錢上 是真的會覺得 雙月灣那邊 稍為強些 再來 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兩個樓盤之間 或者兩個地方之間 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賣點 就是 賣海景 那邊如果有去過雙月灣的朋友 應該就很清楚 當地的海景 是真的漂亮很多 是的 但這一邊來說 雖然都說一線海景 但會偏弱些 如果你說真的單純以 價錢 即便宜 景觀 漂亮 正不正 來比較的話 單純用這三點來比較的話 長沙華的確是偏弱些 但不要緊 我們還有其他的問題 稍後可以解答這麼多觀眾 跟我下來 介紹另一套單位給大家看 Let's go Hello 大家好 我現在身處於 剛才跟大家介紹 進頭位置的兩部電梯的位置 大家看到 total有五部電梯 中間位置三部 進頭位有兩部 大家跟我來 現在介紹另一套 我個人比較喜歡的單位 價錢其實是一樣的 一樣是三十九萬八 一樣是東南向 那為什麼我自己特別喜歡呢 稍後告訴你 跟我過來 現在我就去到三棟 九樓十四室這個單位 其實整個三棟已經是現樓 你想看哪一間呢 我就開哪一間給你看 只要還未賣的話 進來 其實看到 左手邊 都是一個小盆柱 這個抽油煙機 都是膠錶 右邊 都是洗手間 應該有的東西都有齊給你的 都是無窗的黑廁 那你會看到有抽氣線 還有一些生口位的 那不需要說 後期維修很困難 好 跟著我們進來了 同樣 三米八的開間 三米的樓高 那這邊 同樣地 將來又是擺個電視櫃 擺電視這樣 那這邊一樣 對 梳化啊床啊 任你自己去發揮 怎樣設計 OK 跟我進來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一套呢 大家出來會覺得露台一樣的了 沒什麼驚喜 都是三個型設計 一樣 熱水爐給你 到時將來這個位置 就裝上洗衣機 但是 大家看出去的view 留意一下 對面那一棟 就是二棟 現在都是在售中的 還是樓花 但是差不多收樓了 中間那一棟 就是一棟 其實大家看到這個view 下面 你看到平台 剛才上面那一套 你是看不到平台的 要烏個頭出去才看得到 那這一套 多點東西看的 另外大家有沒有發覺 海景view 覺不覺得好像比較近自己一點 剛才上面看 很遠 加上今天天氣 不是特別好 有點霧 所以可能你們看影片 未必感受到 但如果你說落到現場看 這個view 其實對我自己個人來說 會比上面三十一樓 十六室那一套 更加有吸引力 價錢都是一樣 三十九萬八 那說回剛才 雙月灣和雲場長山灣 這兩個地方 或者兩個樓盤這邊 為什麼 長山灣比較偏弱 但是 這麼多客人會來成交 或者買 那些客人是否覺得 我只是介紹這個樓盤 不介紹雙月灣那邊 騙了他們 其實不是的 其實大家可以想想 雲場長山灣和雙月灣那邊 在本質上 定位和地區是有分別的 雲場長山灣 它是屬於一些社區型的住宅 雖然你看它好像只有三支 但其實你要留意一下前面 是圍廣灣 十里人灘五期 它後方全部都是圍廣灣 和十里人灘圍圍住的 基本上 所有配套 你要用到的東西 都在這裏 但是雙月灣那邊 現在在售的樓盤 坦白說 很多時候都是獨立一個位置 純粹是賣景觀給你的 是以去度假形式為主 你會見到 如果你說用周邊配套 你一定要坐車 你如果自己沒有一輛代步的車 你一天隔滴滴 一天坐巴士 去回他們那邊的鎮 或者是其他已經成熟了的樓盤 用回他們的配套 但相反 長沙灣這裏 有一樣好 因為它近住十里人灘 你除了自己有個代步車之外 你可以說真的 你踩單車也可以 叫的的也可以 甚至乎 因為這邊很流行 好像泰國那樣 有些歌業夫球車 有些業主 或者有些師傅 就買一輛歌業夫球車 當成的士 去不斷地兜客 你付少許錢 它就可以帶你去你想要的地方 目的地 還有最後一件事 雖然商業灣那邊的戶型 即開放式的戶型 和長沙灣那邊的戶型 大家都是開放式 坦白說 自住的話 適合一至兩個人住 你說一家幾口那些 其實坦白說不適合 我都不會建議你買 因為大家其實很明顯看到的 空間不是說十分之大 但是適合你就是一兩個人退休去住 因為人呢 我經常都說的了 上一年多之後呢 過年清潔 大掃除 或者平時那些什麼節日 禮拜六日 周末去清潔 說真的 兩個老人家 上一年多 你叫他們不斷地抹一間房子 其實是挺辛苦的 但是你說 小小的 個戶型小小的 是正點的 銀牌小小的 買一間自住也好 度假也好 投資也好 那為什麼說去到投資這個方向呢 因為呢 我之前的影片也介紹過了 其實我們樓下呢 有一間酒店 叫做柏頓酒店的 那其實呢 柏頓酒店的經營方法呢 就是問回長沙環的業主 你買了 你可能自己 不會說經常回來住了 你不如你把單位交給我 我去幫你打理 我幫你裝修好了 整理好家具 靚靚仔仔仔 租回去 每個月 大家分幾多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OK的 那你說我給了房子別人去代理 那我自己有沒有得住呢 其實一樣有的 每年都有十幾天給你自己住的 所以說 度假也可以 自住也可以 投資也可以 是的 那事不宜遲 我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下一層一個單位 我又是很喜歡 又是推介給大家的 跟我過來 我現在呢 就出發去下一套單位 介紹給大家了 那其實沿途看到呢 很乾淨很市場 等一下 過來過來 過來過來過來 來 原世紀 0907 那這些呢 很明顯就是 業主買了之後 交給酒店去托管的單位 大家看到的 那我們不要那麼大聲 因為我不知道裡面有沒有人住 那我們現在立刻出發 去看下一間 這裡也還有一間 來來來來來來 過來來來來來來 看一看 這裡還有一間 對了 正如我剛才提到 大家都知道 不是我吹水了 真的有些客 業主買了之後 有些客人交給酒店去托管的 真的 對你說真的 對時我去 回香港玩半年 才回來住 那你就交給人來托管了 對不對 我們現在按鈴鐵 下去八樓 再介紹一套給大家 Hello 大家好 我已經來到八樓了 今次介紹給大家的單位 就是八樓的十九號房 這一套 比剛才介紹的兩套 貴了兩萬元 要四十一萬八才買到的 那我們進來看一看 究竟有什麼特別 要貴兩萬元 那看到了 八一九 OK 那進來又是 Panty仔 同樣是東南向 到時又是擺個電磁爐 左手邊都是洗手間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我都不需要怎樣介紹 到時又是了 這一邊 擺個廚櫃 或者擺個電視櫃 電視那些 看你怎樣去發揮你的創意 後邊又是擺個床 梳化那些 好 我們直接出來 看看 究竟這一套憑什麼 賣貴兩萬元 OK 出來 都是三個型設計的露台 不會有什麼太大的驚喜 但是呢 它比剛才九樓和三十一樓 比九樓低了一層 其實看得出來 又是對正 就是移動的 樓下又是平台 但是呢 這個海景 是更加接近沙灘的 其實在畫面上 你看到 遠方 好像那些 火車仔那些 其實就是 維港灣那邊 十二人灘的入口位置 維港灣入口位置 下面 看到車來車往 今天呢 都是 不算太 好像周末那樣 那麼多天 大家 兩萬元買這個單位 坦白說 值不值得呢 就視乎你對 警官要求 有幾大了 剛剛 有一樣東西 漏了沒說 未必可能 那麼多觀眾知道 就是說 長沙環 是不是只有三棟可以賣 其實不是的 二棟呢 我們都有貨的 但是就是樓花 樓花很多觀眾 經常都問 嘩 有風險的 多久才收樓啊 會不會爛尾 這樣 其實呢 我們環宇順判 我阿Jack 都知道很多觀眾 有這種疑慮的 甚至乎有些觀眾 去雙越灣那邊看賣 去維港灣那邊看賣 都有種疑惑 會不會爛尾 不要緊要 今天呢 看完長沙環你就知道的了 你看我都是自己進來 全部單位都是現樓來的了 只要未買的單位 你想看哪一套 我都可以陪你去看 其實很簡單的 你只需要找我阿Jack去部團 打電話 9888 9027 無論是私人定制的考察團 即日挪回的考察團 還是兩日一夜的考察團 我阿Jack全程帶著大家 甚至乎是你告訴我 你想看什麼樓盤 我都可以配合你 不論是安排車 吃啦 吃啦 住宿啦 一一幫你安排好了 當然啦 我自己就 雖然喜歡九樓的單位 但是呢 三十一樓 鳳凰樓的單位呢 是看出去最漂亮的 還有價錢真的是三十九萬八 說真的 他還可以分五年去付錢 五年喔 即是其實呢 你是付二十萬不夠的首期 剩下那半錢呢 你分五年是沒有任何利息的 每個月大概三千多元 就可以擁有一套這樣的單位 海景單位 到時 住住下 覺得不想住 交給下面的柏頓酒店去打理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你要信我 說真的有人租呢 因為呢 你跟我出團 我就是跟你住在這裡 你自己體驗一下 你會比我更加清楚 更加有感受 好嗎 待會再為大家介紹些其他的賞款 記住記住 找我的Jerp部團 打九八八八八 九三個八 九零二七 九三個八 九零二七 我們下集見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Jerp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一月份 差不多過年 我會穿著短袖衣 在沙灘上面走呢 沒錯 其實我今天 就來了碧桂園的十里人灘 圍廣灣 有些話我想跟大家說 我在香港和你們說一千次 你們可能感覺不到 但是 只要你來到實地 來到現場圍廣灣 看一看這個景 你就會一清二楚 想知道這裡有什麼特別 有什麼魅力 記得找我Jerp部團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環月桑本Eason 這三年 大家的觀眾 都是在 我拍片 都是在公司為主 因為現在都 開了關 我親身 在今個月 1月份 14日 就過來十里人灘 和長沙灣花園 這一邊 去實地考察 都了解過這邊的環境 很值得 各位觀眾 就過來看 十里人灘 如果你們有興趣 就一定記得 找我Jerp報名 就可以過來看看 十里人灘 和長沙灣花園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環月桑本Tony 我是環月桑長沙灣 我是環月桑小晴 各位香港觀眾 香港和外地 已經正式通關 我Tony 今天都第一時間 來到衛都 的環月桑長沙灣花園 現場 感覺是非常之美 非常之舒服 你看一下我們的樓 還有一個康中的花園 還有下面就是沙灘 對比的話 終於可以見到 終於可以親臨這個項目 現場 體驗是非常之不同 各位觀眾 如果對衛東的樓盤 雲昌長沙灣花園 樓盤有興趣 可以找我 我可以親自帶大家 去體驗這邊的生活 或者還有其他樓盤 都可以參觀 十多人灘 卓越玉山海 甚至乎衛東一帶的樓盤 都是非常值得推介的 各位觀眾 記得打電話給我吧